本地所有中小学、初级学院或历人高中及特别学校将从后天开始实施全面的居家学习 直到这个学期结束为止 不少的受访家长认同这项安排 也有家长更早之前就已经停止让孩子上学 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33岁的刘凯庆育有3名年龄介于4到8岁的孩子 她从上星期开始就已停止把孩子送到学校 除了因境遇攀升的社区病例 也觉得自己可以监督孩子学业 大叔他真的要去医院隔离这些的话 我是觉得蛮可怜的 他们现在还小 学业我还没有这么担心 我在家里是可以监督他们 记者在放学时段走访了大巴窑一所学校 不少家长在等候孩子放学 大家一口同声赞同居家学习安排 政府从星期三才开始落实全面的居家学习 那不少的受访家长都表示认同 因为毕竟他们认为 在家长也必须返回居家办公的模式之下 这两天恰恰给予他们时间做出安排和调整 我不觉得要马上开始 因为你需要一段时间来调衡 现在的情形还是没有这样危机 如果情况上到百多个就会紧张 这两天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 总体来说我是觉得还是蛮好的 控制的还是比较严格的 补习中心没有都改往课了 当然了 对 我应该很担心 我们只需要小心 我们只要做我们的一切 我们之前做的事就应该没事了 也有家长观察到今天接孩子的家长人数 明显介绍许多 相信不少家长已停止送孩子上学 我们下期再见